深圳香港一和之隔 今年恢复全面通关后 每天数十万人次往返 最忙碌的是深圳罗湖口岸 连接深圳香港澳门跟广州等地 中国大陆在2015年 首次推出大湾区概念 港府更祭出每月发1万港币 近4万台币 鼓励港青到大湾区工作 但是参与者高达八成 本身就跟中国大陆有缘缘 人才只是一部分 大湾区更企图将三个关税区 三种不同货币 整合成一个综合性经济体 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澳门世界旅游中心 深圳则是创新之都 但是寄望香港完全开放的市场制度 棒一把 香港周围应该是有港是中国最重要的外型化的团台 如果是香港的企业的 在香港中处的企业 它有一部分的运作可以放在大湾区 有第二转工的话 那实际上呢 我们深圳的这个国际化的企业 就是说这个是可以立刻提升的 深圳市电子 最后一个大本营 也举办号称亚洲最大的电子展 有晶片工厂打出日系配方 台湾技术 也有新创公司 是有智慧科技 好 这一只呢叫做火星猫 是个猫咪机器人 而它呢 其实除了说会看镜头之外 在它的下巴这边 以及呢在背部都有它的传感器 只要我这样摸它 撸它 然后呢它会有感觉 哼 猫咪的叫声之外呢 它其实慢慢的觉得舒服了之后呢 就会趴下来 就仿佛跟真的猫咪的互动感非常相似 不过纵观深圳的通讯 电子设备制造业 在去年只成长1.8% 低于全市经济3.3%的成长 因为半导体遭西方国家联合撤走 这次的深圳电博会 一共有超过一千两百家的企业参展 但是几乎呢 都是中国大陆的本土企业 与会的专家就指出了 现在中国的科技企业 仰赖这个内需的市场支撑 但对外出口竞争力却是下滑的 同时官方数据 中国大陆今年第一季 民间投资成长率只有0.6% 比一到二月的0.8%还要低 显然三月是负成长 这两三年担心的东西呢 因为它被库存嘛 那一解封之后 大家有机会开始动了 那必须先把库存东西先销掉 所以订单没有新增 那二则是国外走不出去 看开海关数据 今年第一季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人民币9.89兆 年增4.8% 当中主要是跟被国际孤立的 俄罗斯做生意 外贸年增近四成 是最大涨幅 反而对欧美日本等 进出口皆下滑 对欧盟跌5.5% 对日本降11.5% 对美国降幅最大13.1% 国外的贸易 这种国际局势的处理 只要是Made in China的 那它就被打压了 它们也是布局越南 那生产可能部分 也是在大陆生产 但是它就透过所谓的组配 我在那边设立组装厂 那我把我的货 拉到那边去做组装 那从那边再做出口 那就避开中国制造了 转移东南亚 台商更早布局 根据我国主机总处统计 附录工作人数 连续8年递减 疫情前2019年 减少7.6万人 来到39.5万人 疫情后2021年 剩下16.3万人 比起10年前崩跌超过6成1 让台商当中最早的摊头堡 深圳非常有感 但是少了三分之一是一定有的 大概台湾两三年的嘛 可能有投资到好的项目啊 找到好的工作啊 这方面的 所以它就留在台湾了 那或许慢慢的看大陆这边 还有什么任何机会 然后它开始慢慢转移 但是这个我觉得 看看今年的第三季 有没有可能 但目前看来是不太乐观 除了台商 TVBS走访深圳 也拜访不公开的陆器 有高层主管自嘲 电子外销不是掉三成 而是剩三成 现在中国大陆经济 像是L型仍在低谷 何时向上变U型 企业观望中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